15小时035分刺客信条幻境通关 爽吗?还挺爽 尤其是刺客专注技能 选择合适的发动位置 设计好路线 可以在瞬息之间消灭掉大部分敌人 比奥德塞的飞雷神还过瘾 并且路线设计的好 敌人想发现都发现不了你 再加上大革命的烟中恶鬼设定回归 把性母拉个烟之后那真是杀一溜啊 但我感觉除非是刺客信条死忠粉 否则恐怕真的很难买幻境的账 为什么? 首先是游戏体量 体量就这么个体量 毕竟幻境最初是作为英雷店的DLC立项的 只不过因为越做越大 后来干脆当成正传来做了 我这15个半小时还是没想着速通 甚至把预告送的40大道任务都做了的情况下 对于从动不动上百小时的神话三部曲入坑 习惯了亮大广宝的新玩家来说 20小时的体量是真的不够堪 但这个体量对老玩家不是问题 因为它很接近爱及奥三部曲或者北美三部曲的体量 从这一点来说确实是回归本源 但即便是老玩家 248的标准版 298的豪华版 20小时要让人觉得只回票价 你得真有点东西对吧 先说游戏整体观感 我就五句话 英雷店的引擎 起源的美术 爱及奥三部曲的战斗机制 大革命的烟 再加超级加强版非离神的刺客专注 战斗系统直接回溯到系列最经典的套路 动作非常简洁 只有轻攻击 重攻击 格挡 闪避 四个动作 实际重攻击我从来没用过 那就相当于只有三个基础动作 再加格挡后直接击杀 以及格挡后斯巴达踢着两个副甲动作 敌人的攻击手段更是说好听了叫简单 说难听了叫乏味 就是轻攻击和重攻击两样 只不过部分兵种 比如长强兵多了个格挡 重甲兵多了个正面无敌 急急急个别boss 忌讳格挡也会闪避 这套极简正面战斗系统 在2009年时当然够用 但在玩家与各路boss轮番跳舞系里的2023年 那种单调乏味感 在游戏中后期直接呈指数级别攀升 为了解决这种发挥感 预避的应对方式 是最大程度强调潜行刺杀 合理安排潜行路径 真的能做到无声潜入千里不留名 而重甲兵正面无敌 只能在背后有限输出 但刺杀一击必杀的设计就是在提醒你 老板这是潜行游戏 别狂战过头了 同时刺杀可以积攒刺客专注度 攒了几个就能放多少次刺客专注 想酣畅淋一次清场 那势必要先老老实实刺杀几个积攒专注度 必须再次强调 我个人感觉 幻情最爽的就是刺客专注和严重恶鬼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放在整个游戏里它不够用啊 为什么爱奇奥三部曲同样这么小的体量 同样这么简单的操作 现如今依旧有这么多玩家会重玩 依旧有这么高的讨论度 告诉你 刺客信条的招牌从来都不是战斗 而是叙事 拿爱奇奥三部曲 三条时间线纵横交错会于一点来比 有点欺负人 这一样的浪子如何再加了比回头 足够讲述一个法兰西的孤儿 如何在革命浪潮飘摇 而幻景的叙事 很大程度上走的是神话三部曲的路子 Boss树 玩过幻景本体英灵殿的玩家都知道 英灵殿的体量 除了满地图清点之外 很大程度上 就是通过Boss树来填充的 总共有15个军要结盟 其中只有6个跟主线有关 其余9个纯粹是为了增加体量而增加的 当然幻景没这么夸张 但通关之后你回头看 树上的这些Boss能像一代那9个Boss 通过反复动摇阿泰尔的信念 反而最终坚定了他的信条那样 对巴西姆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 以前关关式戏演 现在这些为了增加游戏流程而填充的戏份 却一次次的将剧情稀释 更何况作为英灵殿附属产物的幻景 它有一个巨大的天生缺憾 我说的不是英灵殿中饱和式插屏的藏麻门栓再次降临 而是叙事上的 因为剧情时间线是英灵殿之前十多年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 巴西姆最终是要被艺术人洛基夺赦的 所以即便故事开头做了个还不错的噱头 巴西姆最初只是个差点被砍了的下三烂小偷 他是怎么成长为刺客大师的 但因为你知道故事结局 所以剧情中断非常没有悬念 尽管玉璧努力让这段剧情 嵌入到阿巴斯王朝末期的混乱统治 尤其是869年爆发 在世界史上跟古罗马斯巴达起义齐名的新极起义 但因为英灵殿已经把时间锁死了 巴西姆在870年就要被夺赦 所以巴西姆对起义的参与度 起义对巴西姆的人生影响程度能有多少呢 近乎为零 毕竟剧情结束8年后 起义军才推到巴格达省下 此时的阿里还远没有成期后 你再想想大革命 圣殿 骑士团和刺客兄弟会 那都不是隐喻 几乎就是明正说是旧贵族和资产阶级 当然两三句话说不完 其实大革命剧情以及角色 跟保皇党 资产阶级 雅各宾派 阿普伦的关系都极为错综复杂 相较而言 一个是针对历史大事深度定制 一个是恰好擦着历史大事的边路过 你说哪个气肉会更足 总的来说吧 对我这种不管他做成啥样都会下单的老玩家来说 幻景确实让我找回了几分当年玩老信条的感觉 诚恳的说 光是跑酷系统需要找攀爬点的复古设计 就够让我一上手就心潮澎湃的了 他本身美术 动画 这些基础建设上也没有大毛病 你说他这不行那不行那纯粹扯淡 但也请玉璧别忘了 这也行那也行 绝不应该是刺客信条应有的水平 好了我是火力地宝 感谢你的观看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